好幾顆三公尺長的巨大落石 從山坡上滑落後 佔據了整條道路 泥沙跟樹枝也覆蓋在路上 崩落的土石造成全線道路封閉 警消貨爆後趕往現場 出動推土機跟挖土機進行搶通 所幸並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這起巨石崩塌事件 發生在新北市烏蘭區幸福路的隧道口 一人張正月剛好山區工作完 開車經過這個路段時 發現落石佔據了道路 自己也意外受困 張正月還開啟了直播 紀錄巨石被鑽開的過程 直呼石頭好大顆 真的太誇張了 他碎石頭的聲音很大聲 所以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到我講話 我想回家 初步估計崩塌面積約有三十平方公尺 在警消人員的搶修下 部分的巨石的泥沙被排除 道路也恢復了單線通車 沒雨季來臨連日大雨之下 土石鬆脫 所以容易發生土石崩落 用路人得特別注意 記者張浩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